遠處鄉間小路一個龐然大物 正在奔馳 但這看起來也不像是車輛 他到底是誰 過不久同樣的畫面 出現在另一條路 低著頭搖搖擺擺 直接大喇喇走在車道上 還想要走到對上 欸欸欸行人違規穿越馬路 喔不對 這是行牛 一度停留在馬路中間路過的車輛 看到都踩了煞車小心通過 這水牛接著來回穿梭 畫面實在顯像環生 只有怕一不小心就出狀況 民眾趕緊報案 事發就在春節期間 4號上午7點多 一隻水牛出現在 竹北水利大橋上 橫沖直撞的奔跑 把用路人全嚇壞 但是不是有人養得不得而知 遠景到場後處理 搖身一變成為牧童 為防止這隻水牛在路上奔跑 造成用路人的危險 及交通混亂 到達處理遠景 利用巡遊車 將這隻水牛暫時安置在旁邊農地 事後水利聯繫上四組之後 四組竟然稱 不知他家的牛兒跑出來外面的 就怕落跑水牛 招了新朋友小黑狗不回家 穿著紅色外套的四組 帶來水牛小時候的玩伴 也就是青梅竹牛來到農田 果然熟悉的最對位 馬上上前給了一個kiss 最後也跟著大家一起離開 經魂季兩小時落幕 還好沒有任何意外發生 牛年剛結束 虎年來報導 結果他還真的離家出走 TVBS新聞 陳世民 尋提新竹報導